開始是因為教練 我教練是風山跑的KFC Kevin 開始帶我接觸越野跑 接觸多了越野跑 當作是距離訓練 機緣巧合後,認識了黃好聰聰老師 想帶我入坑 所以他叫我過去 不如跟著一起跑 然後他覺得我好像也不錯 就開始叫我報比賽 報比賽時,成績也不錯 我覺得好像有點挑戰性 因為本來的定向都是一些… 去找不同的檢查點 都是一些很有挑戰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越野跑好像也挺好玩 開始我真的自己跳進坑 就開始繼續跑下去 本來不是特意選擇越野跑 為距離訓練 純粹是接觸越野跑後 突然發現上山多 你跑的踏單車好像變好了 心思乎三鐵那三樣運動 大家都會互補 游泳,游得多 突然發現好像幫助跑步 跑得多,腳強了 單車好像變好一點 調氣又好一點 然後越野跑,可能上山多,走樓梯多 然後踏單車突然覺得變強了 我會當越野跑是一個高速訓練 因為我在定向方面 我都需要跑 但我平時在練定向的時候 很少練習的運動 越野跑就剛好相反 因為它需要更長的耐力 反而在跑越野跑後 我在定向方面的耐力會更好 因為定向比較專注 因為時間會很短 然後你要很專注地 在最快的時間尋找所有檢查點 但越野跑相對距離較長 時間較長 我覺得可以給我時間思考自己 以及享受大志願 還是一樣有挑戰性 首先三鐵,即使你玩到最短標準的賽程 其實也是頗長距離的運動 整個過程中 可以發生的事情太多 可以出現的狀況太多 學會如何應對 以及調節自己 無論是身體或心理都需要 所以現在開始慢慢懂得感受 究竟長距離越野跑 有甚麼好玩的地方 懂得享受和從中學習 今期Sport Soho雜誌封面 有我們Shirley Harmonie 大家記得支持吧